现在如今很多女演员虽然美 但却缺少了辨识度 与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女明星简直无法相比 在当时那个年代 大多数美女长相不仅漂亮并且有着辨识度 不像如今一般 都像是从一个整容医院出来的 今天小编要说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出道的周慧敏了 说到周慧敏大家都不会陌生 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了 他算得上是真正惊艳了时光的美人 无论是古像还是气质都非常完美 刚出道时清纯的美貌和少女气质 被称为玉女掌门人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居然甜美依旧 难怪都说岁月不败美人 这偏爱程度绝了 周慧敏1979年出生于香港 与当时香港很多女演员不同 周慧敏出道不是TVB选美 他是一名歌手 1985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周慧敏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 可惜这次歌唱比赛他没有拔得头筹 却被很多人记住了 在一次比赛中成名后 他很快被香港电台签下 之后他踏入了演艺圈 多才多艺的周慧敏唱过 主持过 演过 做过电台 1987年 周慧敏担任电台 青春交响曲的主持人 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之一 1988年 周慧敏主演个人首部电影 三人世界 凭借该片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提名 同年 推出个人首张专辑 周慧敏 取得白金唱片销量 因为在 三人世界的离开 周慧敏标志性的笑容 俘获了一大批粉丝的心 仅凭颜值 他就被誉为初代育女掌门人 从此 周慧敏的事业越走越顺 一跃成为当红的一线艺人 在事业最鼎盛的时候 周慧敏遇见了倪震 但是倪震是一个多情的男子 却并不是一个专一的情人 在和周慧敏的恋爱过程中 曾多次与其他女子有亲密关系 光是被拍到出轨就已经达到八次之多 但无数次的不忠诚 周慧敏却仍然选择了原谅 更让人惊讶的是 周慧敏还亲自站出来为男友发声 说他不花心 事实上 倪震也不只是有渣的一面 周慧敏在综艺上说过倪震很照顾 平时家里扫地做饭 买菜置办杂物都是倪震负责 不用周慧敏操一点心 而且倪震对待周慧敏的母亲 也是把他当成亲妈一样孝顺 周慧敏在加拿大想吃香港的蛋糕咖啡时 倪震就跑遍全文歌华的甜品店 买回所有的款式 只为让他尝哪个味道最对 而周慧敏的择偶标准只有一个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陪伴在他身边 想来就这点而言 倪震做到了 所以他就很满足了 现如今两人结婚已经12年了 依然甜蜜如初 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周慧敏也是越老越大胆了 前几年我们还经常能看到 他活动于观众的视野当中 每次他的亮相都让人眼前一亮 不是录着细长的手臂 就是录着大长腿 而他52岁参加的一次颁奖典礼 更是惊艳四座 当天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吊带礼服 脖子还戴着一圈毛茸茸的围巾 显得贵妇感十足 不过吸引观众眼球的 那就是周慧敏那身材了 全身仅靠两根吊带在支撑着 因为周慧敏的身材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傲人的上尾也在那一刻都袒露了出来 对此还有不少网友纷纷调侃 周慧敏真是不给新人留一条活路 像周慧敏的年纪 还能有如此棒的身材 确实是很少见了 一般他的同龄人还不敢这么穿 只能说周慧敏实在是太大胆了 不过也不得不说一句 周慧敏真的是越老越有味道呢 真不愧是第一代的玉女掌门人 感谢观看